你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 这几天的相处下来 我看得出来 你对我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不要说这些我们只是朋友 朋友 如果只是朋友的话 喵喵叫我爸爸 你不会继续让我留下来 如果只是朋友 你不会因为担心我太累 就让我睡你家 如果只是朋友 你不会只告诉我 只有千惠才知道了过往 你的心里面明明就已经接受我了 为什么你还不肯坦然地面对他 你还是不知道状况 所以我才来这里弄清楚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什么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家人怎么想 我问你 为什么我爸没有把你照顾的事 告诉你的家人 那是因为 这会引起家庭风暴 你应该也很清楚吧 所以你也瞒着 你没有告诉我妈和阿嬷 不是吗 我没有告诉我的家人 并不是因为我懦弱 不敢告诉他们 而是我不确定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家里给我再大的压力 我都能承受 给我再大的困难 我都可以解决 如果我们在一起 你家人只会不开心 那我们就不可能幸福 我们会一直吵架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那为什么又要开始 只要你给我时间 我有信心可以说服他们 那如果他们要你在我 跟他们之间做选择呢 难道你要欺他们无顾吗 我永远不会抛弃我的家人 但如果他们始终不肯接受你 那我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我这一辈子 只有爱一个人 而且就这么一次